好 接下来要来关注的是 2024的总统大选 侯友宜进办执行长金普聪 日前会见的前云林县长张荣卫 不过双方见面只能算是暖身会 因为呢张荣卫已经挑明了 他说乡亲都不支持侯友宜 要他怎么支持呢 也希望侯友宜必须要靠自己 来争取地方的支持 好 我们就来看到今天侯友宜 是如何回应的 把时间交给蔡炳宏 请关注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进办执行长金普聪 在19号的时候是到了云林 见了前云林县长张荣卫 而这个见面也破除了 金普聪与地方派系不合的传言 不过这场见面会似乎只能说是暖身会 因为张荣卫是给了金普聪面子 但是似乎没有给侯友宜礼字 张荣卫也特别跟金普聪提到说 乡亲都不支持侯友宜 要他如何来支持 那么侯友宜如何回应 带你来看 张荣卫前县长给了很多的建议 我们都会仔细的联听 最重要的面对大小事情 我们都会来齐心齐力的去解决 以及最重要的是 让贪污无人的李建坦能够下台 让一个青年有效率的政府 能够为人民多做事 参加陈代会 加油加油 赞 好我们可以听到侯友宜也特别说了 张荣卫给了他们非常多的建议 他们都会仔细聆听来做改善 因为张荣卫也包括提到说 侯友宜是个好的产品 但是没有好的包装 应该要好的包装改变人设 才能让产品更有竞争力 那么侯友宜也说 当然会好好听取张荣卫的意见 而就在刚才我们采访侯友宜的时候 我们也意外的拍摄到了立委郑立文 因为其实郑立文在先前的时候 有发文说支持韩市长的决定 同时也由衷的祝福侯市长 那么刚才我们也有特别询问说 郑立文到底支持不支持侯友宜呢 那郑立文也只说加油加油 那么以上是现场的最近情况 把时间镜头交还给侯内主播 好 要来问大家了 如果是侯友宜要团结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亲自去见张荣卫呢 能够私底下好好的谈一谈 聊一聊呢 赞同的嘉一 我们在我们的聊天室呢 来表达你的看法 这个侯友宜是不是应该 好好的跟地方呢 这个半天前啊 这个感情见面三分情嘛 多见几次面 感情总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赞同的嘉一好吗 我们就来看看目前同事 再见我们的子频道 哪一些好朋友在线上 好 包含了Chris 还有Babu全能 以及CNW 张梅也在线上 还有谢先生小方 非常感谢Chris 也在线上 新竹 陈冠希 新竹 陈冠希又来 好 谢谢你咯 路过了昆仙还在线上 非常感谢 还有邮顺发也加一了 宽和33也加一咯 另外了May也加一了 陈诗宏加一 Miss Miss加一了 另外还有陈永昌也加一 Edge也加一 的确都希望 是不是侯友宜 赶快要跟这些地方人士 面对面嘛 来见一下 谈一下该怎么样 往前走 怎么样来合作 这个部分应该是很重要的 一新的专属也在线上了 非常感谢 吴秋香也来了 另外一个好朋友的斗内 这是Melon Chen的斗内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方明中也在线上 胖虎也来咯 天气请加一 另外看到张义琦也在线上 东边的部落也加一 非常谢谢你的支持 你赞同 侯友宜 是不是赶快到各地去 好好的跟这些地方的政治人物 大牢 好好的谈一谈的 赞同的加一 好本来呢 韩国瑜呢 是这个礼拜 是要打算带全家出国的 但关键的时候呢 透过了办公室 发表了声明说 他要出席 723的全代会了 跟国民党提名的总统 跟立委候选人 并肩坐在一起 要下架民进党 一起来捍卫中华民国 对此呢 罗志强表示说 韩国瑜呢 不念旧二 愿用希望呢 这个挟之大者 为国为民 不管之前是受了什么委屈啦 可以不出席全代会的韩国瑜 最后他还是选择要出席了 他说这就是胸襟 所以呢 所有政治人物 都应该好好的学习 韩国瑜呢 出席全代会 第一是希望外界的传言 可以先停止了 力挺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那第二 当然就是他要来当拉拉队 好我们看到呢 韩国瑜呢 决定要出席 国民党22723的全代会 那么从本来不去 那么后来拍板到要去 那中间是有什么样的转折呢 时事评论员陈凤希就分析了 韩国瑜是绝对不会扯 侯友宜的后腿的 但是他在意的是什么呢 是他的支持者的想法 也就是呢 韩焚会怎么想呢 陈凤希呢 认为说这段期间呢 党内一定有很多人去拆解 反对韩国瑜 支持侯友宜的力量 等到了韩国瑜的挂碍清楚之后 他当然就会出面了 就我所知道了 就是说韩国瑜呢 其实他对于要支持侯友宜 是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 他觉得他就是会支持侯友宜 我多次的提到韩国瑜的个性 就是他的个性上面 没有每一个人都有他每一个人的个性的 那个美感 韩国瑜的个性就是 我跟你讲他就是很爱国民党 所以你拿着这个爱国民党的大帽子 他就是真的会就范 所以你也不必太担心说 韩国瑜会去扯国民党的后腿 这是韩国瑜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韩国瑜支持侯友宜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无庸置疑 对 但是呢 我前一阵子听到了一个说法是说 韩国瑜他会顾虑到他的支持者的想法 这也是我接着要问的 所以韩国瑜这一表态凝聚韩粉了吗 号召韩粉了吗 我不敢说已经号召韩粉了 他至少先让大家不要认为 他想要取代侯友宜 就是说他不会扯侯友宜的后腿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是我相信所谓的支持者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角度嘛 那我觉得在他最落魄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挺他不遗余力 他对这些人其实是忌情忌义一直到现在的 那这些人的态度对他影响是大的 所以我相信恐怕是有一些 就是这一些当初反对他的人 现在也改变了态度 所以我比较相信的是这一段期间 国民党其实透过了各方势力 这些都是属于鸭子滑水的细腻操作 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你去跟韩国瑜这样子通几次电话 然后聊几次天 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不是 我觉得第三个部分就是 对于韩粉的号召力 其实要看韩国瑜当天的表现 那我觉得解除背后挂碍的鸭子滑水 远比你跟他动自己情可能都更重要 韩国瑜表态呢会出席723的国民党全代会 台北市议员徐巧新就说 这是给国民党的选情打了一记强心针 当然帮助很大 因为至少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猜想 我一直都认为 就算韩市长没有出席全代会 那也不代表什么 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考量 而且这些考量是对国民党 跟对中华民国都是正面的 那他或许啦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就是说担心说后续的误解 也会造成大家认为国民党不团结 那所以他选择了去更改他的行程 出席全代会 那这无疑也是为国民党的整体的选情 打了一记强心针 就如果723在台上呢 他能够很清楚的表明 他支持侯友宜侯市长参选总统的话 那我认为过去很多的杂音 也会慢慢的消除掉 那甚至何况是光是他宣布会去来 很多人都相当的振奋 所以但我觉得不管他来与不来 都不太需要特别去质疑或是怀疑 韩国瑜支持国民党的决心 尤其是很多人讲说 是不是因为过去他跟这个侯友宜市长 在选举期间有一些不和等等的 韩国瑜市长从我认识他 他从来不是这么小心眼 跟这么小家子气的人 对于这种小小的事情呢 他一向都是非常的宽宏大量 他真正关心的是 到底谁有能力带领中华民国走向安居乐业 走向和平走向稳定 让每一个人在这个国家里面生活的很好 那我知道韩市长认为 民进党做的非常的差 尤其是可能两岸之间会兵凶战危 尤其是两岸之间可能未来 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那就需要透过政党轮替 才能让接下来人民的生活 是很安心是很安全的 所以基于对于中华民国的热爱 以及基于他对国民党的情感 我们总是会相信说 那大家最后是能够团结在一起的 之前那个郑立文讲到换猴的时候 其实就有被金普通批评 是分化 正在讲笼包蛮严重的 那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变郑立文第二这样 不会因为我想呢 我所说的话呢 都是符合国民党对于候选人的要求 所以那条红线画在哪里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也不曾发表过所谓换猴的看法 那但是我尊重整个党部里面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的人 如果能够提出来争取更多人认同的话 那我也并不会反对 可是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阵子以来类似的声音其实越来越小 然后呢团结的目标越来越一致 所以我觉得723的全代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它不见得能够处理党内所有的杂音 但它势必会让整体的国民党更加的团结 好 我们要感谢好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在我们聊天室的留言 也发表您的看法 同时我们要特别感谢月翔公主的抖内 再一次的抖内非常感谢您 经常抖内中天 因为我们在线上看到目前 有哪一些好朋友在呢 包含了有Mrs. Young 江西刚 陈崇契 以及游风华 不二雄 新乐园 庄俊艳也在线上 小芳 还有另外高阿南也在线上 非常谢谢你的支持 Kevin也在天气晴 也来了云天待机中也在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咯 请大家持续的在我们的聊天室呢 发表您的看法 好 现在民众党呢 指控三立新闻再没有经过查证 捏造了柯文哲跟朱立伦通话 谈蓝白合作的相关报道 要求要更正下架 并且道歉 在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竞选总部干事呢 黄珊珊今天前往的北检提告 昨天下午开始 三立电视台的三立新闻 它有一则不实的报道 那经过我们跟他们做说明 跟要求下架跟澄清之后 但是他们依然继续的播放 引用了不明人士 甚至故意去捏造一些相关的内容 我要再强调 国民党主席跟柯文哲主席 从来没有在这段时间 通过任何这样的电话 第二个也更不可能针对相关的部分 已经去做所谓的朱立伦阻隔 这样子的内容 那最重要的是 这个事件如此的重大 竟然没有对本党 或者是相关的人员 进行任何的查证 那这才是一个媒体 他已经为了要做不实报道 扭曲事实 无中生有 意图要创造话题 甚至要捏造民众党 参与所谓宫廷政治 还有分赃政治 然后让选民产生这样错误的印象 然后意图影响选举的结果 我想这个是一个媒体 他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 他丧失了新闻伦理 因为他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我们会提出 民事的损害赔偿请求 那请求从公司到采访的记者 专稿的记者 我们会要求他们连带赔偿 新台币100万元 这一次的假新闻 非常的严重的原因是 因为它是一条龙 由他们先制作的这个假新闻 还可以非常快速的 找到相关的评论员来评论 意图把这个部分扩张到 变成是用假新闻来创造新的评论 再在网路上面或媒体之间来去传述 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制造新闻的做法 所以就这个部分 对于三立新闻这样子的动作 我们感觉非常遗憾 那从今天开始 台湾民众党也拒绝参加 三立电视台所有的政论节目 好 最近的消息 苗栗县县长中东景 在去年竞选期间 因为大胡乡联合禁总干部呢 涉嫌有会选的情况 他也被地检署提起当选无效之诉 不过在监校的四点钟 法院公布判决的结果 驳毁了中东景的当选无效之诉 这个结果代表的就是中东景 他依旧是当选有效 好 这是目前我为您掌握的最新讯息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平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友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